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上演一出广东爱情故事 帅不帅 帅 他自己都说帅 我教你的那些记住了吗 记住 第一步 第一步先跟他聊 聊着聊的时候慢慢来拿手牵着他的手 第二步 第二步慢慢围着他的肩膀 上到 好 女方现在马上来了 我们在这里等他 来啦 不好意思 抱歉 没有抱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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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见面 告诉你 没有 接下来 没事的 没事的 一点心 邓总呢 他们在酒店 不用害羞 你觉得他能怎么样 可以吧 哦 一表人才 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他很心 他说不论美丑 在这里一直要等到你为止 等到你为止 我是说我来了 都有十几分钟 在下面我不敢进来 真的 我不敢过来 嗯 我的事情还跟我说了吗 不说过了 说清楚了吗 嗯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那道病 坐一下吧 那里不有咖啡厅吗 咖啡厅坐一下 你没事的 没事的 没事的 咖啡厅坐一下 你没事的 走吧 进 进 坐这里吧 安静一点 往下拖椅子啊 没事 不用不用 哎呀 我们都是 没事没事 要学会这一切啊 我都好紧张 你这样真的是 我帮你点点东西啊 找了个酒店 找了四点钟 慢点说 不要抖 你不要抖 没事的 就像普通朋友那样 没事的 不用那么怕羞 是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是 比较内向 要从小 要不要担心到现在 大胆点说 要什么就说 我比较内向 我觉得这个东西 盘产很重要 牧生你是怎么想的 要找一个两个女孩 合得来 性格合得来 是不是 真心真意 过一辈子 到白套偕老 对不对 好谢谢 谢谢 稍等一下吧 他不是 他是插进去的 插进去 你给我吧 他这里个口插进去的 我来吧 这里 这里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不要激动 这个东西 有缘分的 怎么会都能流得来 是吧 所以说你不要见到我 你就好像很怕我那样 你千万不要这样 没事没事 没谈过恋爱 是不是 他稍微有点点紧张 你的师傅在那里看着呢 知道吗 不要不要不要怕 搞得我都好紧张 你以前没有女朋友吗 以前没有女朋友吗 没有 就是没谈过到现在一直担心 一直以来没有吗 没有 你有什么问的吗 你有什么问的吗 你有什么问的 你有什么问我的 我说你什么要求 嗯 不敢要求 说这个话的很惭愧啊 我没有什么要求 反正就是我们平平淡淡的就可以了 对 我没什么要求的 这个我也不敢去要求 因为毕竟自己是伤害过一次的 知道吧 知道 说着难民的话自己就是二分 二分也是 想找一个真的不容易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去找 你懂我意思吗 不能随便去尝试找一个 你去找一个核心核意的 谁自己演员的很难找得到 所以我一直搁在这里 一直搁在这里 一直搁在这里 我没有去尝试 不是 没必要 要不要尝试一下 因为我是有个历史的 你是没有接过分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搁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你懂吗 那没事的 不是 毕竟你是没有历史的嘛 对不对 那没事的 没关系的 真的没关系的 反正这次难民要争取 要坚持把你带回去 哎呦我妈呀 真的 你不要刚才一句话就说 帮我马上带到江西去 就吓到我了 不要冲动 冲动是魔鬼 懂吗 你到时候后悔来不及了 三思 再三思 哎呦你 你上次那个不成功吗 你不是看过视频 哎 可不是播到视频吗 早上晚上我看你那个视频 都要说我都笑死我了 一晚上没睡觉 我都怎么指不得三句话 就没了 你也不要绵点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 请坐 刚才聊了那么久 聊了些什么呢 就平常的话题啊 小葵的情况你也通过我的视频 看了也差不多了 了解的差不多了 嗯 家里面这个老母亲 两个姐姐都嫁了 然后今天为止啊 她一直没去上班 就是为了等待有一个好的结果 然后因为现在第一要务就是 落实这个中心大数 你刚才也跟小葵聊了这么久 你对她的印象怎么 我刚才都跟她说了 她说 一来又想帮我回家 肯定啊 我一直就想能不能先了解 我们在这里有几天时间你够了解的了 对吧 你这里几天是吗 嗯 我以为是一两天了 这几天时间你可以慢慢了解啊 你再决定是不是跟她回家 她也是带着满腔的热情诚意来的 对 带着自己一颗心 整清的心 你的心我收到了 你的诚意我也收到了 但是很多东西 并不是要嘴上说说而已的 生活是要行动的 你觉得是说说而已吗 大庭广众不想 就是不能说说而已的 因为 她不可能说说而已 我希望也是 因为海国带动的 每一个人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嗯 爱情这东西是两情相悦 是你们终生的幸福 所以我们外人只能说推波助澜 嗯 无法给你预料到以后 会面对怎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场景 她的家庭你能接受吗 家庭的话 跟我以前副家是没什么两样的 跟你副家前夫 没什么两样 一坛糟糕 可以这样说 我不是伤你的心小葵啊 没事没事 因为毕竟 毕竟 不是 因为毕竟你妈一个人在家 然后呢 你要经常出外面上班很少回来 一年回一次 这个我能体谅 但是 没有一个女主人在家 家庭是这样的 生活幸福是靠你们自己奋斗的 现状并不代表以后就这个样子 对吧 古语言有一句话 嫁狗随狗 嫁鸡随鸡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婚女也送给她一句话 不是 我也是 管自己家里 真意真意的 让她过来 她还要过来 跟她相亲 真意真意 真意的把她想 一起带她去 那要人家愿意才行 这一半 代表我这一颗真心的身边 带出去 你说你生了三个孩子 还也不介意 小孩没跟我 那小孩现在归宿前 就在你前夫 前夫家 对 等于说你是近身出父 近身出父的 对 那如果你跟小葵结合了 你孩子会带过来身边吗 你要问我的小孩愿不愿意 如果他们不愿意跟我的话 那只能自己一生一个人 跟着去 因为现在小孩都大了嘛 我阻止不了他们左右的 是吧 你能接受她把孩子带过来吗 我接受 不是 考虑清楚 考虑清楚 原来今天把她小孩带过来 这是她的实话 因为我毕竟有一段历史 我也不想去对你 你毕竟是没有这个分 不想去要求你什么 我也不想苛刻什么 就是想把这个家能弄好一点就行了 普通一点就行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有一个 好的开始 好的结局 吃的先了解两天 行吗 吃个可以 如果 我说假如啊 如果可以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把你领回家 先了解一下她的家庭 先去看看她的村庄 看看她的母亲 你再决定是否留下来 或者 你离开 因为这才算是真正的了解她 因为你们两个在这里谈的都是未来 我要你们走进她的现实 你才知道将来的产美油盐生活 面对的是什么人 面对的是什么景 那如果是回到你江西的话 等于是圆满结局了 未必 结婚还有离婚的呢 何况只是说去江西去她家看看 对吧 是 当然这一切要在你的愿意之下 我刚才要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不要那么快 武断的去决定这个终身大事 考虑三思 因为我是二分你是头分 我不想占你的便宜 你觉得你占她便宜了吗 所以我在想啊我不想占她便宜 我很忐忑知道吗 你觉得你占她便宜了吗 真的还没有 她占你便宜了吗 不敢了 她说的是她二婚你头婚 如果她跟你在一起就占你便宜了 你觉得她占了吗 没事 那我们就期待 期待你们接下来这两天 能够聊出一个美满的结果 好吧 给自己一个机会 她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你也可能是重生的一次机会 彼此相互的珍惜 你看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就是缘分 嗯 那好我们 静后加音 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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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